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劝修净土师 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居士同修 请看第十八首 六字征经 勘读诵 随年明治甲非阴 鸡民贤体方称妙 脱进观心意入真 国罗逐儿终消复 劫呛完分意移成 劝君找发西归愿 臭惠何容念此身 这首诗叫《寄民贤体》 就是皆拿摩阿弥陀佛名号 彰显真如实相的法体 那这个讨论是非常行而上的 但确实是表达着 净土法门甚深的奥仗 先看第一句 六字真经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在六个字 乃是真经 有时候又称为大经王 是所有经里面无与伦比的 所以六字真经 值得去读诵 值得我们去读诵的内涵价值 非常深广 不是一般的人所能了解的 但一般人从事项上 他往往对念六字真经 产生一个不正确的观念 这就第二句讲 随年名字甲非因 有的人说 这个名字名号 或者叫名号 所以甲民 按法相为实的观点来说 一切法的自信 以及它的差别 都是甲民安利 就是这个名字 或者现在叫概念 名称 都是甲民安利的 能权的是甲民 属权之义 就是它的这个物的自信 这个能权的民 和属权的义 都属于凡夫的 辩计属直信 名和义 是不相应的 比如你按一个苹果的甲民 你敷这个苹果 你没有一个苹果过来 也得不到苹果的受用 那这个有人就按照这个说 阿弥陀佛的名字 属于甲民 不是成佛的因 那怎么可能念这个假民 就能成真佛呢 那这个世间上的 这个名和法有两类 有一类就是 就是名字跟法义 是不一样的 世间的一些有违法 无违法 都是甲民安利 但是有一种特别的情况 名即法 这个名字就是法性 那这个就是一个超越性的 一种施舍呢 就是诸佛菩萨的名号 波如波罗蜜 以及陀罗尼章句 种种这种 这个咒语啊 它是名即法的 从华言经来看 善才同志参 众义同志 那种一同志 他就是唱 四十二个字母的 唱这四十二个字母 就入波如波如蜜 那四十二个字母 第一个就是啊字 啊的意思就是 一切法 本不生意 那菩萨在一切 这个字语当中 闻啊字 即时就能领略 啊字的深刻的法意 这法意是什么 啊是无生意 就入到无生意 无生之理 那无生的离体 就含射一些世间 出世间的善法了 菩萨入这个无生的 阿字意 就能通达主法的空性 断一切业障 这个阿字 就是法性 那从 这个净土法文来说 这个阿字 又更有 深刻的内涵了 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是 含射中阿弥陀佛 无量皆以来 极功累得的 功德的 就是果地上全体的功德 都在这个名号当中 所以 众生信任称名 就能全摄 佛功德 为 自功德 那全摄佛功德 这个 就是这个名号的 不可思议的妙用了 那从 阿弥陀佛发的 四十八大院里面 他就光光是谈 闻其名字 闻我名字 就能得种种利益 没有谈任何的修行 这里 闻我名字的利益 多达十一个月 大家可以温习一下 比如三十四月 十分众生 能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字 就能得 菩萨的无神法人 得种种种词陀罗尼 第三十五月 十分世界的女人 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字 产生信心 就厌恶恶女生 就修足功德 就能当生 信任感通 能够到极乐世界去 转女成佛身 如果 即便没有往生净土 下辈子也不会 身为女像 这些都是 闻其名字 就有这个功德 第三十六月 是讲 十分菩萨 闻到我的名字 受众之后 常修犯恨 至成佛道 就闻到名字 他就 深深事事 能够修清净犯恨 直到成佛的 这个全过程 第三十七月 也是讲 十方众生 闻到我的名字 能够五体投地 欢喜 修行 就能得 天人的恭敬 第四十一月 如果一个菩萨 闻到我的名字 就能六根具足 乃至成佛的过程当中 都是六根完备的 第四十二月 闻到我的名字 就能得清净解脱三昧 就能在这三昧当中 以无量的化身 供养他方的祖佛 第四十三月 闻我名字 就能受终之后 升到尊贵之家 第四十四月 闻到我的名字 就能修行 具足德本 第四十五月 闻我名字 就能得 普等三昧 常见诸佛 第四十七月 闻我名字 就能得 不退转位 最后一愿 也是闻我名字 就能得 三中人 音响人 柔圣人 和无神法人 于诸佛法 不退转 就光这个名字的功德 这么深广 只是闻我名字 就能得 这么圣妙的功德 那我们想 为什么天天念 天天听 是不是我们成就的 这个闻呢 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名号 就是一个大海 法性大海 功德果地的大海 你真的是闻性了 深入进去了 就能得这些礼仪 就能诠释佛功德 为智功德 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 跟世间的这个名字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名字 是能显法性肢体的 天天菩萨在 王胜顿 其中就谈到 极多世纪 三类二十九种庄严 就路易法句 二十九种庄严 是广 一法句是略 一法句 即亲近句 亲近句 即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那真实智慧 无为法身 就是实相的表达 真实智慧 就是无量光 这个无为法身 就是无量受 无量光受 就是真如法性的体性 所以这个名号 全体就是无量光受 所以这个无量光受 也是一些众生 本具的性德 所以这个名字 跟众生的性德 是密切相关 所以阿弥陀佛因地 是依据一些众生 本具的无量光受的性德 来建立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就像偶尤纳斯说 离开众生本具的 无量光受的名号 哪里有这个 阿弥陀佛名号的施舍呢 同时离开了 阿弥陀佛的名号 众生又怎么能显发 他的无量光受的德能呢 它是这么密切的 所以集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显现十项针炉 一针法界的那个体性 你能彰显出来 这句名号 你称念才方称妙 奇妙不可思议 这要用信愿去称念的 你能够产生信愿的 这个心就是不可思议的 名号的体性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相应了 那你全体都是大不可思议 脱禁观心意入真 禁 这个六字弘明就是 这个禁 我们借脱这个 阿弥陀佛名号的禁 来反观自己的心 能念的心 这里面 就很奇妙了 就禁读中常常叫 脱禁名号 嫌我自信 那自信就是十项针炉 那你在念这句名号的时候 你要观照 是信不可得 就这句名号是无生意 无生意 龙顺菩萨在中观里面 有一个记者 主法不自生 意不从他生 不共不无因 事故说无生 这句名号本身就是 无生的法体 你离开四信 包括离开那四句 是有啊无啊 既有既无啊 非有非无啊 完全离世句 绝百非 无四信 当下就是那个真如法性的离体 彰显出来 所以你能 所念的这个名号 是十项 能念的心 也是十项 这就常常讲是 以法界心 念法界明 或者观法界禁 这叫 异空应空 似水投水 这样 你托阿弥陀佛名号的禁 来观能念的心 就容易窃度到真如法性 那这张事情就用了两个比喻 进一步加深理解了 因为这个 在大乘的 圆顿的教理当中 它都是很深邃的 所以它 这句名号就不简单了 这句名号都能念 实际上这句名号 全体就是真如法界 然后这样的法性肢体 投到我们众生的心里面 它就会产生 不可思议的 转翻成圣的妙用 这里就讲 锅罗诸儿 中消妇 锅罗是一种寄生风 它是 常常是 珠窝在树枝或者墙壁上 这个锅罗 这个蜂虫啊 它没有子息 就是它没有子女啊 然后它就把那个 伤虫之子弄过来 伤虫就叫 明灵 明灵由子 国罗复之 这叫取伤虫之子 弄过来 弄过来它 它就放在很幽静的地方 就仰坐 仰坐就天天 天天说句话 诸词啊 内我内我 就是像我像我像我 过了不久 由那个伤虫的子 就成了 蜂虫了 所以 世间讲那个 一个没有后代 他过继一个儿子 过继的这个 这个养子就叫 明灵之子 是别人的儿子 过继给你 那你生活久了 也跟你差不多 也是你的亲生儿子一样 他用这个来比喻 国罗把那个 弦伤虫于 他的窝里面 天天敷足 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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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足七天 这个变化出来的 那个原来是伤虫啊 还真的就像他一样 是蜂虫 跟他一样 就用这个 做个比喻什么呢 那连一个 伤虫 经过国罗的 夫族都像 像他的父亲 好 那我们现在 也是 念的凡夫啊 我们就 天天念阿弥陀佛 在心里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知识名号很长时间 那也慢慢地跟 跟阿弥陀佛 就比较相似了 我们也像 阿弥陀佛的一个 过继的儿子 原来是 闽完不化 现在我天天念佛 念佛 他的 样子也像佛 他的心态也会像佛 这就叫相光庄严 这是第一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就是 结枪 结枪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昆虫 全体都是黑色的 背上有肩胛 这个还会飞 所以有时候都叫他 黑甲将军 这种昆虫很有意思 他喜欢吃那个 这个粪尿啊 和动物的尸体 他常常把那个粪呢 滚成一个球形 这个磁和熊就对 这个粪 天天推来推去 滚很滚圆 那外面就是用泥土 包起来 周围成壳 这就叫枪 这个极枪转丸 转来转接 形成一个很圆的丸子 那丸子里面 就有东西了 就有炉洞的白色的 螺子也好 有生命体在里面 以后把那个 那层泥巴的壳 把它去掉 里面就 就会变化成一种 蝉 就知了 你看这个枪囊 它对于那个 转的那个圆形的丸 它是很执着的 天天转来转去 天天抱 抱在那里 这个 这个道石都不肯放的 它执着这个丸子里面 这个丸子里面 就有它的 生命的延续 这就是 极枪 丸 粪 一 移成 它丸的那个粪里面 就是它的生命的延续 好 如果我们 就像这个极枪 本身生命很 叶宝身 微不足道 但我们天天 转那个 这句名号 转着转着转 那里面 就会产生 一种 不可思议的 生命的 转化 提升 里面就有 东西在里面了 既完它 转那个丸 它就 也在经思啊 也在一门深入啊 也把它的生命 浓进去了 以后就出了一个 新的 升华的生命 哎 那我们现在是 这个 人道里面在 使法界是比较低微的 一种生命 哎 我们天天念佛 念佛可能就升华到 佛法界的 那个生命体 好 那通过这个 最后 醒安大师 很恳切地去 劝君 找发西归院啊 这个我们 这些 国罗啊 应该要 到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那去 成为阿弥陀佛 找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 那这个愿 就要有 燕尼苏婆 星球 净土的 十字内容 燕尼苏婆 从哪 燕尼 从燕尼自己的身体开始 这是非常贴切的 要么你就架空了 我们的身体是臭秽的 三十六种不臭之物 不净之物 所以要常观身体的不净 从中产生深刻的厌理性 我们身体是种种的 龙血 粪尿啊 一切的 恶路啊 不干净的东西 充满了 而且这个身体 有太多的欲望燃烧啊 有太多的鱼翅 罗刹 住在身中啊 是一切苦的根本啊 人之大患就在有这个身啊 而且一切都不干净啊 而且一辈子我们都为这个身体 做奴才啊 到临死的时候 这个身体还放不下啊 有多少人生的重病 放弃治疗的呢 他哪怕是活一天 活一个小时 也不惜一些代价 要去抢救 要去插管 还在眷恋这个 臭惠的夜宝神 你这个对身体 都没有一种出敌心的话 你这个净土是很难往生的 所以这个 你常观不尽 你才能够对峙 那个至圣的淫欲性 现在末法众生 淫欲性都很重 你常常关照自己的 非常的污秽 自己这样 他人都也这样 常做死亡的十种观想 常做那种 明天我就是 这个白骨想 从中在这个 深刻厌离自己的 臭惠的 捏爆身的当下 要发愿 往生净土 要得奴来的身 要像阿弥陀佛那样 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随心好 至魔真尖射 金刚拉罗延伸 要实现这么一种 本质上的转换 这样可以说 你的愿成就了 现在很多人 把净土法门 说得很容易 一听净土法门 信集得救 信集往生 我已经往生了 阿弥陀佛已经保证 我往生了 然后他每天还在 贪恋执着五一六成 放不开自己的 身体的任何欲望 你怎么能往生 甚至认为 只要相信阿弥陀佛 享受五一六成 不辞戒也没有关系 你说这话 你连愿都不存在了 你怎么能感通佛地呢 怎么能跟这个 弥陀名号相应呢 那完全是 自欺欺人了 最后耽误自己 也耽误他人了 所以这个 对净土法门 你真的信 吉民贤体方称庙 脱进观心 易入真 这不容易相信的 这个 厌离自己的身心 厌离这个世间的一切 把这个世间 坐火载响 牢狱响 毛坑响 没有一念的留恋 这是促世间法 无量节以来 就是由于我们信愿 不得成就 泛泛悠悠的 口里念几句符号 心里还在想着 五一六成 家亲眷属 恩恩怨怨 人我是非 就还在这里滞留 所以精神一定要 一刀两断 一定要跟 阿弥陀佛的名号相应 这个名号就是 全体的一阵法界 就是超越的 大涅槃的 藏的我境 我们能够跟这个境界相应 才能够成为 你获得了念佛的 奇妙 不可思议的利益 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